天王郭富城于本月到美国举行巡回演唱会 刚完成拉斯维加斯战演出的他,下一站会到纽约 但最近有人发现,郭富城的个人社交账号追踪了某些账号,引起了社会的争议 到了2月7日,郭富城终于发声回应,表示自己的账号被盗用,才出现异常的情形 他发文,本人现正在美国,准备2月8日康州站之演唱会 刚由公司信息科技部门同事通知,本人之IG账户被部法机构或人事倒入 令账户出现异常情形,公司为保障一人社交平台账户之安全 现已和相关网络机构进行查证,因此本人之账户先暂停止所有运作及发布 直至本账户得到全面安全之保障,才再进行重新运作 其实郭富城的社交账号从来都是只谈工作,不谈私事 如果某一天大家突然发现,他透过社交账号进行一些跟工作完全无关的事情 那很有可能就是账号被盗的信号了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